introdu,kuro,kuro,kuro,kala,bida,bida tu,kuro,kuro,kuro,kala,bida, 小燕之夜 遇到這件事也讓他們超害怕 拍這個戲 最怕什麼 最怕細心事 為什麼 因為是 心裡不見證 因為劇情需要 因為劇情也需要 拍起來 我拍到現在 我都很害怕的這種 心有餘氣是不是 其實拍他特寫 但是… 然後拍下去 我就… 我就受不了 我就… 不是 我就… 受不了 好 今天我要鄭重的 今天要為您介紹一部國片 我想國片有很多的類型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類型 是今年過年前的一個大的劇片 雖然男主角跟我很熟 但是並不是因為他喔 是因為裡面各個精彩 1月17號要上的這部電影叫做 甜蜜殺雞 不是甜甜蜜蜜去殺雞 是甜蜜的一種殺雞 你懂嗎 打字幕不要打錯喔 甜蜜殺雞 這裡面到底有誰呢 有一個老鳥的警察 有一個菜鳥的警察 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主角 這裡頭有個隊長呢 他很搞笑 但是這裡頭要演正經 然後這裡頭有一個怪怪的老師 還有一個人演兩個角色 還有…還有一個高中生 可是他是會 我不能講太多了 我要讓他們走出來 甜蜜殺雞的男主角們 都有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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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嗨 嗨 這算給小燕姐的 對 我剛剛沒有講錯 沒有講錯 回來太少了 最近說的話太多了吧 就算是一直亂開砲 你回來開很多砲 我都一直在收拾 謝謝… 好 這個戲其實我覺得 我看到了片段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導演非常的厲害 是會找蘇友宏來演這個角色 對… 我真的是榮幸撿到這個角色的 因為他說 台灣沒有大叔了 所以謝謝那些老的都已經老掉了 然後小的都還不願意長大 所以我剛好卡到 真的啊 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偶像 願意來演一個老鳥警察 而且這個警察就是一個很怕事的 穿得邋邋遢邋遢的 很平凡 就是大事不要找我 對不對 小事我就來做一點 你們最好沒看到我 好 警察日子就很好過 對… 你怎麼 我從來沒想到你會演這樣的角色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而且裡面你有一個鏡頭 就是好像發生什麼事情 你那個 很好笑 那個很大叔的樣子 有… 還有什麼戲劇 而且我覺得你懂戲劇 你懂電影 真的 真的 沒有啦 還有… 沒有 其實這個人呢 他就是個小人物啊 我覺得其實我們身邊 有很多這樣的人 他工作上不是很得意 然後 超過了四婚年齡也沒有女朋友 然後只有跟自己唯一的侄子 就唯一的家人相依為命這樣子 所以就有點小怪 你是他的侄子 對 對 我真的是大叔了 你已經變大叔了 來 請坐… Pen其實呢 雖然主持了這麼多節目 但是我覺得 他一直是很努力的去想演戲 有一點 有一點想 但就是… 你是科班出身 你跟吳中天兩個是科班出身 對… 是不是 你們兩個也不好 荒廢學廢 對 但是 人家是這個偶像團體出來對不對 是 對 所以我 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壓力 慢慢講… 你們就最近有拍盧佩雙的給你 好厲害 有… 有… 有啊 很厲害 一整天跟那個 Scarlett Johansson這樣對戲 兩個人互瞪著眼睛 然後就是整天的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 我都表現得相當專業的一面這樣 完全沒有亂開黃腔 因為也沒有對他有什麼 不禮貌的舉動 因為旁邊有兩… 有大概兩個標形大漢 一直站在旁邊照顧著他這樣子 其實你那種心情 這個跟一個女神偶像這樣一起拍戲 其實也很像林柏鴻 能跟蘇友鴻一起拍戲對不對 是 是不是 一直以來有黃哥都是我的偶像 是嗎 我真的 昨天沒有白請你吃飯 其實那個時候你出道的時候 他生了沒 就是 我有去查了一下 剛好是同一年 就是我出生的日子 是小虎隊出道的那一年 你這麼小啊 你這樣講的話 對了啦 就是剛剛到了五歲的時候 就有卡帶了啦 對 對不對 對啊 是真的是這樣差不多 對不對 而且我真心的覺得你很有品味啊 對啊 就這樣的年紀竟然都知道小虎隊 超有品味 你不要這樣笑 人家也是到變形金剛 我知道啊 是 對 對不對 人家也是好萊塢電影啊 唉唷 你怎麼還 你還有什麼 可聊啊 好秋啊 好酸的感覺啊 不會... 我想說有... 好萊塢這一塊 有一個人負責就好了 幹嘛有兩個 這樣是不是把焦點模糊掉 對 而且你還去國外念了戲劇學院 人家就... 對啊 對 唱唱歌當當兵 當兵喔 他當兵回來了 所以啊 不要認為當兵會耽誤你的時間 人家當兵回來就去 好 拍好萊塢電影 對 真的 你看我耽誤了十幾年 我真的都厲害 然後... 這戲你們都很厲害 林依晨 但是... 一姐耶 對不對 他也很棒 對 他在戲裡面演一個非常認真的 爸爸又是書長 但他又自己要當女警察 對不對 對... 他其實跟他很像 他就是個認真的人 是不是 對... 其實是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的人 對 念書也很認真 你看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 是怎麼樣 我們旁邊長的兩個長得很不認真嗎 囊中那個人好像在放空喔 角色上面應該是 挑走了吧你 對... 不過吳中天在這個裡面 是演兩個人對不對 對 那酬勞有兩份嗎 沒有 來 沒有 是演一個哥哥 雙胞胎兄弟 哥哥弟弟 對 所以我就說你合約不會彈 你還會彈嗎 請下我經濟公司 不是 他開始說 這角色怎麼沒有找我呢 不會... 因為我覺得 中天很適合這個 就是兩個人的角色 就是他個性怪怪的 精神分裂的那一種 精神分裂的那一種是不是 不是 因為其實我很忙 我檔期也忙不過 不是...沒有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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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想說讓他演好 因為這部戲的導演 他是命運化妝系的導演 我其實看了片段我很驚訝 他這部戲的那個感覺 跟上部戲是我截然不同 不一樣 是 因為其實甜蜜殺雞 比較像他的個性 真的嗎 對 非常穩 就跟你一樣 有一面那樣 有一面這樣 對 這裡頭馬捏憲我一定要跟你鼓鼓掌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他的人生非常奇怪 以前是糯米糰對不對 就唱 然後就搞得 然後也沒有唱 然後就去拍電影 海角翹好像很紅了 又沒有了 對 然後又去做什麼工作 突然又做了一個 三八阿花吹老爸 又得獎了 青夢王 一個戲就... 一個戲就又來了 對啊 運氣很好 我覺得 你說運氣有好有壞 沒有 其實我覺得一直都很好 海角七號後面 不就沒有人找你演戲了嗎 其實海角七號後面 其實我一直都愛演 就是演 就是因為我 我沒有 應該說我沒有什麼很大的企圖心 然後就是有人來找我演戲 其實我就還滿開心的 所以我就一直接一直接 其實就是電視劇啊什麼什麼 我就一直演 對 對 而且一直演 因為都沒有被注意到 沒有 沒關係 這樣不用扛消失禮 其實比較 但是馬捏憲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次演這個 因為我看到的畫面 你都是很認真的 這是我這輩子看 從你糯米彈看出來 從來沒看過你這麼認真的畫面 你像年輕的時候 忘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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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戲裡面跟Ken哥有一個親密戲 我拍到現在我都很害怕的那種 拍我的正面 拍Ken哥的背面的時候 Ken哥就這樣跟我擁抱一下 來 抱一下 就是這樣子 其實拍他特寫但是 但是我的手是在後面 是 他現在因為還年輕 所以他性向發展有很多元 其實他 因為我覺得 我就受不了 不是 我就下手了 這是我這輩子看 從你糯米彈看出來 從來沒看過你這麼認真的畫面 真的 其實 你這樣子還滿像某個隊長的樣子 真的嗎 我覺得我好像還是 太沒有份量的感覺 我還是覺得我應該 可能要再胖一點或者是 沒有… 你是像歐陽龍年輕的時候 歐陽龍是時候 這是台大的台局 他好鼻涕都噴出來了 鼻涕都噴出來了 鼻涕都噴出來了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是不是有點像 對不對 聽說在這個裡面 導演對你有一些些的維持 真的嗎 導演覺得我什麼 怎麼了 來 掌聲歡迎導演 沒有 他因為有一些習慣性的動作 但是導演覺得是不是 我會晃 你會晃嗎 就是 我會覺得我其實 沒有那麼穩重 對 結果你看我沒有辦法像他這麼好 像就是做得好好的 又來 又進入角色 又進來了 所以那個講台詞要 吳中天真的很厲害 就大家都不知道 他就把一個女主角搞定了 真的 整個 整個中國大陸的 真的 我還知道一些秘密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我不太清楚 我有看那部戲 是青春趙薇導演 對… 我就覺得那裡的那個女主角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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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沒有…那個… 她有跟我說 希望今天能夠多聊這個話題 你說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甜蜜 你看我還是不錯 甜蜜 殺雞的精彩片 對 現在吳中天心中 來 郭志祕 去哪裡啊 我上廁所啊 你腸胃是有預知能力喔 每一次要出任務你就拉肚子 這個就是最佳人選啊 他的能力我給你打包票 每次我們行動任務之前 一定會出毛病 都是我靠別人 只有你能靠我嗎 是不是靠別人嘛 你要我跟爸一組 那我的考基怎麼辦 你這樣不就害到我 一般命案的犯案動機呢 不外乎三種 情殺 財殺 仇殺 想想看你家阿Q 你會有可能 跟人家有什麼感情上的糾紛 整個大高雄地區 他應該還是最大的 安非他命供應商 吵得也應該跟你合作啦 就要讓那個吵子 從那爸一成品 只要你有辦法做的操作啊 你真壞喔 隆重重重度是嗎 主題曲也是馬列仙改編的對不對 因為我只是把它就是做... 就是當年的天眼嘛 對... 誰唱呢 蘇柏啊 外山 小燕姐 哪裡得罪你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你唱得很 不像那種 就是偶像的唱法嘛 就是很有Man的味道 很Man的味道 我這樣講Man 對 這樣就舒服多了 真的 舒服多了 對… 很Man的就 聽說你們這部戲在拍的時候 有一些人是最怕一些什麼事情 今天我把你們的板子都做好了 好 林柏弘 拍這個戲 你最怕什麼 我最怕的事情是 甩巴掌 被誰甩巴掌 被我的叔叔 蛤 我是有一個習慣 綜藝的習慣 常會呼巴掌 不是我啦 是我們哥啦 所以偶像呼你巴掌對不對 你為什麼 因為劇情需要 痛嗎 超痛 你真打啊 對啊 真打 因為電影沒有辦法騙人 對 你願意說電視可以騙人 說真的電視可以 還是說這個導演要真打對不對 沒有 其實真的要真打 他其實沒有打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都很痛 有的是只有打臉 有的是沒有瞄準直接 因為我有戴眼鏡 直接把我眼鏡在臉上打斷 然後飛出去這樣 但是聽說這個戲裡頭 你也有接吻的戲啊 有啊 所以啦 怎麼能一切好事都擬藏鏡啊 對不對 吻多久 吻 也是吻很久啦 是我嗎 大概有 真的吻滿久的 真的吻滿久的嗎 因為他吻戲那場我也在 然後就是導演給他很多次take 然後真的也親了嗎 你不能又親嘴又拿錢 然後 然後不打罵就不會打 是不是 小朋友 Ken哥也有啊 Ken哥也有很多吻戲 沒有… 跟紙贏對不對 對… 我們是淡淡的 蜻蜓點水那種 他們是舌吻嗎 非常 也沒有啦 你有聲吻嗎 也沒有…沒有聲吻 我們現在是講台面上 還台面下的 台面上真的沒有 台面下也沒有 來…你把你的房子拿 你最怕 Ken怎麼會有怕的事情 真的 我最怕 你最怕 親密戲 少來 少來 沒有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跟我們演親密戲的人 也會覺得很尷尬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 搞笑的形象 對 人家這樣 對啊 看起來我就 也是鼻涕噴出來了 你鼻涕噴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要親啦 有風哥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已經準備好 你們這戲拍得真的是好… 還好這部是一個喜劇 喜劇… 你舉手 我在戲裡面跟Ken哥有一個親密戲 然後我拍起來 我拍到現在我都還很害怕的那種 心有餘氣是不是 為什麼 你們兩個為什麼有親密戲 你有問題嗎 因為我跟… 因為我跟 我在家裡跟叔叔兩個人住 但是我跟叔叔很疏離 然後Ken哥是我的老師 然後我對他有一種 像爸爸的感情 對 然後在戲裡面他跟我有一個 像擁抱那樣子 擁抱…對 但是 怎樣 按得要 是他抱的姿勢怪怪嗎 沒有 因為我們拍特寫嘛 只有拍臉而已 然後拍我的正面 拍Ken哥的背面的時候 Ken哥就這樣跟我擁抱一下 他都在亂弄你對不對 對不對 他… 來…抱一下… 因為我 他怎麼抱的 你現在示範一下 你示範 沒有 因為我抱他 因為真的你拍戲的時候每一次 假如一次又一次重複的話 有時候演員會有一點皮掉 所以你盡量要換一些不同的方式 去刺激對方 比如說拍他特寫 其實拍他特寫 但是我的手是在後面這樣抓他 然後 然後 你人家怎麼演戲啊 拍到… 拍到最後 Ken哥還這樣子 對… 一直黏 人家怎麼… 你要做什麼表情 然後說 對 沒有 我就是要刺激他 因為… 因為導演說我要微笑 你很… 你要很滿足的笑話就是說 可是有一點被安慰到 被…就是有溫暖的感覺 對 可是Ken哥… 你很欺負人家 我沒有 你一定知道他也去拍好萊塢戲 不是…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說他會… 他接受的廣度會很OK 然後 而且我覺得柏鴻 他現在因為還年輕 所以他性向發展有很多元 也可以做什麼 我不是說一定要照他長 他一捏下去我就… 我就受不了 我就… 我就受不了 他受不了 他自己講的 小燕姐 我覺得我就大笑了 然後你大笑了 因為太緊張 我懂這個心理 就一直很想笑這樣 不是 我覺得你 你人生有了一些初體驗 對啊 是不是 不是這種的 因為我本來是 就是只是溫暖的感覺而已 這樣是有一點 你幹嘛看我 拍戲爆心結 蘇吳晴傑是今呢 是冬天你最怕什麼 你們都天不怕 地不怕吧 那個女兒是兩角 真是客氣話 就自己都要想像力 其實很大的挑戰 他就表示說他很會演 那天我在現場 我證明了 對… 我覺得大家在演戲的時候 每個角色你把自己演好就好 千萬不要去干預別人 報紙上寫的 不是你怕無功夫 你根本不喜歡 但我也是真的是 你還敢再說話嗎 好… 好… 因為我們本來是 就是只是溫暖的感覺而已 這樣是有一點 你幹嘛看我 好 來 馬念先生就他怎麼了 拔槍啊槍 拔槍 你也隊長 你怕拔槍 這麼大個 應該在這個外國電影裡的拔槍 很帥氣啊 其實這個槍套呢 其實不是這麼好用 其實你們有受訓嘛 對不對 對… 在高雄 我看有很多人教你們 他們回去一定講 這些演員真的肢體上都有些位 對啊 你看光這個槍 就是背起來 這個就這樣晃 其實很不穩 你知道怎麼拔 所以他要把這個扣在你的 這個褲子上面 可是當這個兩邊都套起來 我的褲子大概會變這樣子 你知道嗎 你不能拿 長一點的袋子嗎 不是 這極限 這極限 這一定是極限 對 你看 當你要拔的時候 就是如果說我 我平常不扣起來的話 但是走走走走 槍就掉了 太夾腰了 沒有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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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太… 但是如果… 你們這個實際 不用演就學老師 但是如果 如果扣起來的時候 比如說現在遇到一個狀況的時候 各位 台灣的警察真的不是這樣 根本來… 根本來不及 然後已經被打死了 對 然後導演說 你不要再掉 隊長 導演 導演就會說一直叫我 再來… 對 一直拔… 我真的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對啊 我覺得導演一定很後悔 讓你眼睛走走 沒有 導演後來把我拔槍的部分都剪掉 真的 他真的有一場戲是就是 他要來不及拔槍 對 可是他根本… 他根本不用演 他就正常 他就是真的來不及 完全來不及 所以林依辰要拔得很順 因為他是演 對不對 所以他都是演最難的 吳中天你最怕什麼 明天什麼都天不怕地不怕吧 對… 真是兩角 真是特別奇怪 對不對 因為這部戲有一個 就是導演喜歡想要玩一個東西 我在裡面用我的本名 所以那個非常抽離 就我在對戲的時候 比如說跟熊華哥對戲的時候 他說吳中天怎樣… 我突然覺得 是Color嗎 在叫我本名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 戲裡有你就叫吳中天 對 就叫吳中天 然後吳中天還演吳中… 還有吳中帝 還有一個帝帝 天帝 對 然後有一場戲更難的是 我必須對我自己的屍體 然後要表現感傷 就自己得要有想像力 其實很大的挑戰 他就表示說他很會演 對… 那邊我在現場 我證明啦 對 演得還不錯 不甘願的讚 來 我們看看 所有黃到底會怕什麼 怕什麼 怕什麼 真的 超怕 超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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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見到 吳中天 其實我覺得報紙上寫的 也不是你怕吳中天 你根本不喜歡吳中天 對啊 真的啊 然後有很多的場合 你就不讓他來 對… 像我也是 真的是比較喜歡B 你還敢再說話嗎 你們兩個有情結嗎 沒有 基本上我是一個很喜歡 和諧 和氣的人 我覺得大家在演戲的時候 每個角色 你把自己演好就好 千萬不要去干預別人 你知道有些演員呢 如果他那個心數不正 在合作的時候 旁邊周圍的演員 都會感覺得到 對 你講 多講一點 今天多講一點 對啊… 很難得這種言論裡面 不是在講我 對 我現在還滿輕鬆的 沒有 我還有一張板子 沒有…不要再拿… 我覺得你這次回來演戲 很辛苦喔 你們演這個戲真的 要念表演 要念拔槍 要念射擊 要念琴拿術 對不對 對…小琴拿之類的 我看那個林怡辰把人家摔的 對啊 她很猛… 她很猛 她很猛 她是個猛女 猛女 我想那個是一個女警察 把被她殺的 砰 這樣子 吳中山 你們上演員課是什麼 你也要上嗎 他不用 但是好像是有工哥 定妝的時候看到我們在舞 對 他們玩一個非常變態的遊戲 然後在旁邊就嚇到了這樣 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 好 事情是這樣 其實我跟小連導演很好 然後他不知道是審預算 還怎麼回事 就審預算 就是審預算 然後就叫我 好 反正就大家弄熟 其實找一些遊戲玩 有一個遊戲 反正就是比如說像 有鴻哥飾演王志毅警官 我們就不斷的快問快答 關於他王志毅的所有事情 比如說你吃什麼 或你媽媽是誰 或什麼 就是 好 但是他沒有上這個課對不對 對 來 現在上一下 沒有 沒有 我們那個 照常都會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那個問到非常多詩緣的 先叫阿肯來了 好 可以啊 來 所以我要怎麼樣 你站在當中嗎 我們快問快答 你三秒鐘之內答不出 他演誰 他演他自己 他演我 阿肯 阿肯本人 兩秒答不出來代表你在演戲 一定要最真心的回答就對了 最真心的回答 好 你先問 劉瑋的女朋友是誰 現在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 真的沒有 上一個女朋友什麼時候 安歇亞是一位知名的 就是流行樂手 流行音樂歌手 身材好不好 身材還OK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以前化妝間 你怎麼知道 化妝間也不小心創情去過 你跟納豆有情結嗎 我跟納豆有非常大的情結 怎麼樣的情結 就是他老師喜歡跟我拿 王偉忠 你覺得王偉忠 你什麼樣的人 偉忠哥是一個藝人 他現在真的 你坐計程車 計程車過來 我都看他在賣雞精 開賣零資 他真的是 有 他在跟我當評委 對 當評委 對 對 不要再玩這種遊戲 我覺得我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嗎 很大 救命啊 吳宗憲 請站上去 你好 來… 來…老師… 來 問他 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有 女朋友是做哪一行的 演員 紅不紅 OK吧 我不知道 假如說講出他的名字的話 大家會認識他嗎 會 而且我會揍你 曾寶怡是你的什麼人 朋友 什麼樣的朋友 還不錯的朋友 可以一起看電影 一起聊聊天 除了看電影之外 還能幹嘛 吃飯 吃飯 吃哪一種飯 炒飯 炒飯嗎 你有看過自青春這部電影嗎 我有看過自青春這部電影 為什麼你會要去看這部電影 因為我覺得滿好看的 真的 誰最好看 女主角 女主角叫什麼名字 楊子珊 好 好 你給我來 小燕姐 你真的 你真的是祖師爺 我這個太偉大了 我們還要 我們要幾天功力才能上你這樣 太無敵了 我的天啊 其實這個遊戲是讓你們 進入這個角色對不對 對 這部戲我覺得 其實滿特別的 因為這裡頭 是台灣很少拍到的 比如說警察當中是好笑的 對 我看有一個鏡頭是 其實是我們生活上 常常看到新聞有 但是不知道是這麼難 我記得我看了有一場戲是 雷虹被林毅誠靠手靠 很痛耶 很痛 很痛 因為他一直靠不進去那一天 這麼難靠的 主要可能是雷翁大哥長太粗 長太粗 對 雷翁大哥手都滿粗 是警察要 你看我們看很多的那種 CIS或這種戲 就人家是一抓 對不對 就很帥氣 後來我看他 他就一 他把手都那麼斷 他就說 我跟妳說 也要不出 我跟妳 有大的金鐘獎一起得獎 那個臉 我現在 對 我覺得他滿肚子都髒話 對… 很難演 真的 這種戲很難的 對啊 又耍得漂亮 在鏡頭上面其實不容易 又要很俐落 而且我看那個戲裡頭 有一個戲你們真的是 人家雷虹剛剛動過心臟走速 然後他是什麼 綁在那個車門上 然後一個車子撞過來 雷虹要撞出去 對啊 老遠遠就是不一樣了 真的 真的 好 愛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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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虹大哥好好的 第一次要開玩笑都很好 不過 但是雷虹演這個角色很好笑 很好笑 他很好笑 他本身就很好笑 然後他一直加詞 他那個髒話越罵越長 他每次罵的都不一樣 然後什麼 阿天節目上澄清緋聞 卻讓蘇友朋躺著眼中槍 感情生活上面真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講一下 你為什麼不講 因為我講沒有人Care 真的想要 很Care 路邊攤的事情 我要再次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可以大家一起出去吃吃東西的話 那代表真的沒什麼 你看像友朋哥 友朋哥一直以來 就是乾乾淨淨的形象 好像都沒有 那代表 阿虎啦 阿虎啦 其實柏鴻 真的算是心靜演員的 最被看好的一個 真的 他其實很會演 非常棒 而且日本人也來找你 我們外國人也來找你 為什麼 人家覺得你就是台灣 標準的青少年嗎 我覺得 因為你都有去面試對不對 對 變形金光的話 其實考滿多的 考些什麼嗎 很像妳知道 他有三個考試 第一個是考獨白 然後第二個是要演一個英文短劇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要分組 演一個長的劇 都用英文嗎 沒有 第二關是用英文 其他是用中文 對 可是因為 在那個過程 其實我們 就是有一邊考試 然後還有一邊上課 所以我覺得 老師有幫助我們很多 對 然後 阿堪講說 我去OK 我英文很好 是 沒有錯 我早生太多年了 其實長相還是有關 沒有…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對 也會有適合我的 只是我檔期真的比較滿 我只能用檔期這檔期來檔 不好意思 不過檔期真的很滿 因為我覺得Ken哥 因為我是 我自己是念化學系的 然後我第一次跟Ken哥對戲那一天 他那個在戲裡面造型就很像 有一種化學老師 就是整天就是 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然後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有一種 怪怪的 對 所以當他抱你的時候 你真的嚇壞了 真的 老宅男這樣子 對不起 就是 就是老怪怪的 我懂你的意思 對 世上有種老宅男的味道對不對 對… 但是你想的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花俏的人 你知道嗎 小燕姐怎麼知道 非常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開玩笑 這個全台灣都知道 沒有 全台灣都知道我告訴你 也沒有到那麼花俏 就是用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假裝是她的女朋友 假裝的 你用這種招 對啊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好像有記者這麼激烈 等一下 我發現那個 貴製作單位的製作人 會不會透露我太多事 透露一些 連我自己都忘記 你什麼事情 我現在要想 對 沒有啦 我都是行的正 坐的端 好 你再形容一下蘇友 有親和理 就像現在這樣 就是他非常的搞笑 其實 你想不到對不對 對 本來你以為他這個 按照他的資料對不對 念建宗 念台大 然後又是小虎 對 然後 你如果看過他的風聲 你會覺得他又完全不一樣了 這近幾年了 其實我會好奇說 他本來的個性是怎麼樣 對 但沒想到就是很好笑 Wild Open 對 英文我也會 讚 但是我是覺得其實蘇友彭 一開始你如果跟他不熟 你不會覺得他是這樣子的人 對不對 對 其實我還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謝謝大家 吳中天呢 吳中天你對蘇友彭的印象呢 其實真的跟伯鴻差不多 因為就是一開始會覺得應該是 可能比較少講話 然後就文文儒雅 但其實劇道都非常的親和 但是我覺得 吳中天才讓人家覺得是那種 就是他會讓人家覺得很親和 其實本人非常難搞 沒有 吳中天是 我的偶像是霹靂舞 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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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歌還沒結束對不對 這個歌還沒結束對不對 這個歌還沒結束 小孩子真的跟你說他比較喜歡 不要再說了 好 但是吳中天我是覺得 第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你看得超嚴肅 家教是不是很嚴 對 我爸是軍人 就以前是軍人 真的看得出來 是不是 小時候有沒有什麼不愉快 沒有 對啊 然後小時候念那種私立學校被管得很嚴 就剃平頭的那種 所以你比較喜歡霹靂舞 是這個原因嗎 也沒有 只是想個大絕招對付他 沒有 其實吳中天是讓人家看起來 就是一個 好像要吃飯的時候都要先坐 坐好 坐有坐姿 站有站姿 很快就消失了 那只是表面上 私底下其實非常的就是 很智障 很智障 會追得到女主角 你怎麼又回到這裡 你敢講我啊 沒有 你晚上都睡不著嗎 不是… 他是真的是算是悶騷型的 他悶騷 所以一開始一定是對大家都是 有禮貌啊 然後講話都… 慢熱 對…他比較慢熱 因為他來錄影的時候 人家都走進來 他還在那邊這樣 對 對不對 他就在那裡 對啊 他也沒人理他 受財收工啊你 對啊 一直帶著戲在身上是怎樣 我像是 其實馬念謙就人哥都合一 對… 對不對 其實跟他合作 我覺得跟他拍戲還滿難的 真的嗎 因為我跟他戲還滿多的 因為我們這邊 大概基本上我們是警察掛 然後另外 就是那個罪犯掛 罪犯掛對的戲的機會少一點 所以我跟那個 對 跟… 跟隊長還滿多的 那隊長好相處嗎 隊長 相處其實還OK 可是一起合作有點難 你要問我說出我的偶像聲嗎 我好想聽喔 我好想聽 為什麼合作會呢 沒有 因為他很好笑 就正直你的戲 到他身上你會覺得 正直不下去之類的 好笑的感覺 有一種不知道什麼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刻意要幹嘛 我也沒有覺得我很好 你剛剛那個拔腳 就笑得我眼淚都出來了 渾然天成 你渾然天成 你知道嗎 你不用去念戲劇什麼 你就渾然天成是一個好笑 你老婆是不是因為這樣嫁給你 不是 她就見過了男人 好難合作 好難合作 其實馬念先生 當年是個很酷的團 真的嗎 叫糯米團 所以沒橫啊 我講你的偶像是什麼 偶像是 霹靂湖 我其實只是想知道 這個奸向為你說了對不對 OK 我說回剛剛那幾話 既然講到霹靂湖 那你沒有想過小帥湖的感受嗎 一直 對不對 我就喜歡小帥湖好了 很不好意思 你有看過霹靂湖的那個劉詩詩嗎 詩詩喔 有啊 電視上看過啊 我在影迷 你偶像也是霹靂湖 對 我偶像 我偶像是劉詩詩 劉詩很漂亮 詩詩很好啊 詩詩我沒有跟她合作過 可是所有就是 他們自從公開之後 所有我身邊都跟我說 她是一個非常好的女孩子 對 所以其實他們很幸運 而且還有一個 我就跟吳奇鴻講說 你們在劇組裡面 人員應該非常好 因為他們其實在拍她那個什麼 什麼有一個 古裝的老師的戲 叫做什麼犀利什麼人詩 的時候 對啊 劇組裡面 完全沒有人漏風出來 對 對 所以我想你們在劇組裡面 應該為人非常好 對 你的意思是說被漏出來的 就是為人不好 知道了吧 該請吃飯了 該請喝酒了 他們應該按耐那個劇組 按耐得很好 就是也是 對大家 沒有 我覺得大家很希望能夠 祝福她 祝福她們 其實我覺得 心裡就是說 我們如果知道誰 誰很 因為這個是已經定了 在沒有定的時候 我和大家希望能夠維繫這個感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不太會講 其實你知道 有的時候一曝光 會有很多的困擾 是 但在該曝光的時候就 對啊 怎麼了 事實真的很好 她非常好 但是我最後總要問問你嘛 不然好像我不關心你 對啊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她拍戲的時候都一個人嘛 即四夜的戀情公開之後 蘇友鵬的感情世界 也即將曝光啦 剛曝光的時候就 對啊 怎麼了 事實真的很好 那個楊子山也不錯 她非常好 但是我最後總要問問你嘛 不然好像我不關心你 對啊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她拍戲的時候都一個人嗎 四、五個人 四、五個人 而且都女生 對 我不介意 吃那麼大 厲害 對啊 年紀大胃口大 不過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就是說 我最好不要從報上知道 對不對 就是報紙要登的前一天 你就寫個簡訊給我 好 就像吳其龍一樣的 要發布之前 她要先跟妳說 就會傳個簡訊給小姐 讓她告訴我她會好好的 真的啊 So sweet 是不是 好嚴厲的評價 對 我好嚴厲的評價 不是啦 不是味 我是酸的 不過真的是 年齡都不算太小了 對 怎麼還沒有都過去啊 還沒有 就卡在這個話題上面 卡住耶 我覺得 你昨天晚上沒有想好說 今天來這個節目 你要講什麼嗎 蛤 沒有 我以為 我以為拿吳鐘天開刀 應該就夠了 可以擋過一切的事情 哪有 哪有那麼容易啊 所以呢 所以算了 我本來唱歌 對啊 你真的是感情生活上面 真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講一下 你為什麼不講 因為 你好意思啊 沒有 我講沒有人在乎 真的小燕姐 我很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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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在乎 憑良心講 你的感情生活 跟人家吃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有疑問 吃那個路邊攤的事情 我要再次的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他們講的那個路邊攤說 是很知名的什麼羹 羹面的這樣 其實是錯的 那家已經關了 我們吃的是旁邊沒有名的那一家 所以這個很重要吧 這當然重要 我不焦點 我覺得那個攤販應該是要付我一點代言費 對不對 我又沒吃他的東西 然後還講 這個是 對 當然那個只是純粹就是 吃攤販 對 你假如說你可以 大家一起出去吃東西的話 那代表真的沒什麼 你要是真的 要注意很小心的話 那可能有什麼 你看像友朋哥 友朋哥一直以來 就是乾乾淨淨的形象 好像都沒有 但不然 等一下說 天秤座最會長 劉德華會長 金城武會長 是… 對 那你是處女座 對啊 我很不會長 所以現在還沒有 真的嗎 對啊 沒有什麼可以公布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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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記者朋友們還不夠努力 對 帥 是不是 他來台灣 甜蜜沙雞在高雄拍了那麼久 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的 我的戲份很重的 不是 我就是說 他們都沒有知道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就是在高雄 去吃個路邊攤嘛 對不對 跟吳中天嘛 也是一則新聞喔 對不對 也就是沒有嘛 對不對 對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是很厲害 好了 所以到底好好認真拍戲 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們來聽聽老庭雄爺 第一個是 我看過 我們要 努力工作 快快樂樂樂的活 喔 喔 喔 老金曾經 怎麼說 那天有點不敢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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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1月17號 我們來看看 今天這麼開心 這部戲就讓你看得 又緊張又刺激又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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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